随着在线教育的发展 特别是疫情期间 线上教学活动越来越普遍 许多优势也得到了体现 但问题也同时暴露出来 由于众多质量很差的网课 成堆的出现 学习体验很差 让许多学生谈网课色变 甚至非常讨厌和反感网课有没有 但我做网课不是从疫情期间开始的 所以你们学习的这门课 体验究竟如何 你们学了之后就知道了 不过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 线上教学活动仍然是内容启动的学习 学生在线上学习什么 其实并非学生能做主的 有人说这其实是传统课堂传授的一种转移 并非完全自主的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我们在说自主学习的时候 并不是说内容启动的学习是可有可无的 其实任何一个学习素材都必须有一定的学习内容 但学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这些内容 那是自主的 而并非学习内容完全自主 学习内容本身恰好反映了授课教师的特色 另外在线课堂是面向大规模班级的 一般采用讲座的形式会更多考虑普遍性 而不是学生的个性 因此如果只是依赖讲座和内容启动的学习 那么学生在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来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 仍然会碰到许多的困难 现在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线上教学活动的不足 能否采用线下的教学活动来补充呢 这恰好是线上线下混合教学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在线下所开展的活动当中 也就是课堂活动 我们选择了记忆项目的学习 PBL 记忆项目的学习呢 又称记忆问题的学习 这里的project和probellum 其首字母呢都是P 而且二者强调的呢 也都是以学位中心的主动学习 通过寻求解决方案为导向 来开展解决问题的活动 学生在探索那些带有固有复杂性的 相关现实问题的时候 可以获得相关内容方面的知识和应用技能 更通俗的说 直接告诉学生某问题的答案 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所以大家记住PBL 我们之后会经常用到 甚至在你们的课程网站的菜单上 还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分组任务PBL这个菜单 另外一个问题是 手机能进课堂吗 我相信大多数老师是反对手机进课堂的 而且是坚决反对 虽然他们也知道很难 但是手机真的那么邪恶吗 手机有那么多功能呢 为啥有些不能用于教学和课堂呢 在这方面 北京大学张锡武教授的说法很好 我觉得手机就是我们的新器官 小孩到了高中以后 长出来的一个器官 就是手机 我很早就开始用手机来教学了 最早用过一般 感受是 名字很形象 真的很一般 之后还用过语课堂 就是清华大学的那个 可以将上课的内容通过微信 以大家互动 大家还可以上课的时候发弹幕 点个赞啊 我们复旦大学的主要教学平台是操心 那么我的教学呢 最后都采用了这个平台 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 这个平台没有让我们死亡 一直非常虚心的接受我们的建议 而且都能在第一时间协助解决问题 真的名字也是挺吻合的啊 操心操心 特别让人操心 不好意思啊 南方人普通话不懂 操心 操心 其实我们分辨不出来的啊 就是这么操心 下面再看看 这是我们课堂上的分组讨论的进行 这站起来的是一个小组的同学 他们在手机上浏览其他小组所提的问题 并口头进行答辩 这是同学们针对老师的提问 或者是学生的问题将自己的看法通过手机输入 最后展示在屏幕上 我们放大来看这个功能称为磁云 我们过会也可以试试这个功能 好了大家知道了 以后上课前需要准备的事项 手机安装超新学系统并充好电 另外在超新学系统上注册注册的时候 请用真实的姓名和学号注册啊 好 我们这节课呢就到这里 不对 肯定有学生呢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这门课的教材是什么 好 好 感谢观看